大家好,欢迎回到这一次的TensorFlow视频教学当中来 这一次我们会讲到如何可视化神经网络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做好了神经网络 但是我们没有一个很好的图像的概念 那我们今天就是用专门的这种TensorFlow 它们自己提供的一个Vidualization tool 叫做TensorBoard 它用这个Tor我们可以很直观的看到整个TensorFlow 或者整个神经网络的一个框架结构 那就是差不多像这样子 这个结构是我们今天所要做的 然后这个结构是我们基于我们上一次所做的那个例子 来延伸开来的这个结构 那首先你看我们这个结构 大概就分成了Input 还有InputLayer或者是还有HiddenLayer1 HiddenLayer2这两个都是HiddenLayer 这个东西它们都有一条线是连接着某两个东西 然后我们可以很直观的看出这个TensorFlow是怎么怎么的数据是怎么流向这个神经网络的 那我们还可以这边打开看你看InputLayer的话呢 我们有XInput和YInput 然后呢Layer1的话呢 它也是我们连这一个 这一个ActivationFunction 激励函数都会显示出来 那我们就开始做吧 我会把这个例子呢 这是我们 这是我们那个上一节课的例子 然后上上节课吧 上上节课的例子 然后我会把这个代码呢 先放在我们的视频描述当中 你可以去下载 然后自己练习 那我们首先呢是要Input 然后我们有一个AddLayer的这个功能 我们上节课已经说过了 然后呢 我们有X和Y 就是Placeholder 然后我们加了一个图层 再加了一个神经层 然后再加了一个神经层 然后第一个神经层呢 它有一个ActivationFunction 叫RELU这一种形式的 然后这边的ActivationFunction呢 我是把它忽略掉 然后呢 我们可以开始计算Loss 还有还有那个Train Step 用Grading Descent Optimization 然后呢就没有什么了 我们我们忽略 直接忽略我们这个Trainin的Steps Trainin的过程 我们就直接不用打任何东西 如果你只想看图呢 这一些代码就已经够了 我们就开始看看 如何进行这个可视化的训练 首先呢 我们从这个Input开始 Input呢 我们可以输入一个值叫NAM 一个参数 它的XInput参数的名字叫什么 那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 所看到的这个东西 XInput的这个名字呢 就是我们刚刚所输入的XInput 然后这边呢 同样是YInput NAM等于YInput 那这样我们就很简单的定义好了 这两个的名字 还有它的结构呢 它会自动生成 所以我们不用担心 我们这边你看 还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 我们这边呢 这整个Input呢 我们把它全部囊括到 这个图层里面了 然后我们可以点开这个Input 那这个东西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就是要用到 WithTF.NAM Scope 就是它的名字的象征 然后呢 就叫Input Input 这整个Input呢 我们就包括了X和Y这两个东西 所以呢 其实这个东西 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大框架 然后这个大框架以后 包含了XInput和YInput 它就包含了X和YInput 然后它们都有自己的名字 然后我们就开始编辑我们的这一个Layer吧 Layer你看我们同样有这个大的框架 然后大的框架里面呢 有小的一些部件 我们看看怎么编辑它 大的框架 那这边的Layer就是一个大的框架 那我们就要用With 就跟刚刚那个一样我们直接Copy With With 然后这边的名字呢 叫做Layer 然后 这边全部缩进 OK 然后呢 这个就是那个大框架 然后呢 我们就要开始定义每一个小部件了 With 同样呢 我们也可以用With With 然后把With呢 缩进过去 然后你 你也可以在这个With的后面呢 定义它的 Name等于 比如说等于等于W 它这个Name呢 它就会显示到 显示到哪里呢 显示到 呃 应该是这个地方 我们到时候具体看吧 然后呢 接着我们再定义我们的BiOS OK 然后整个activation function呢 我们就先忽略 因为它 它其实activation function 它会有你选用的 比如说你选用了这个RELU的话 它的默认 它自己默认就有名字叫做RELU 所以我们可以暂时 不用处理它的名字 这个就是我们没有处理它的名字 但它已经有直接显示出来它的默认的名字 然后呢 为什么是不是 哦 这边怎么它的名字变了 output output 然后我们就可以定买好了图层以后 每加一个图层它都自己再加一个框架 最后我们在这边LOS 也可以用刚刚所看到的这种形式 这个是LOS 把它缩进过去 然后你可以在这个REDUCE mean的这一个框架后面加上它的名字呀 或者随便你加不加都可以 还有REDUCE sum呢 你也可以加上它这一个函数的名字 然后REDUCE 这个TF square呢 你甚至可以在它后面也加上一个名字来概括它是什么意思 然后我们这边还可以用 呃 等于tran tran呢 它也是可以在图像中显示出来把它当作一个框架 最后呢 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呢 就是 这个东西 叫做 呃 writer writer的话 你要在一定定义好session以后定义 writer 等于t f.tran .summary writer 这个呢 就是我们把整个这一个框架呢 加载到一个文件里面去 把它loading到一个文件里面去之后呢 我们才能从那个文件里面 loading出来放到浏览器里面才能观看 我们假设我就loading到我这个呃 log的文件夹里面 然后呢 这边还有一部叫season graph graph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在定义了season以后呢 运行这个writer 啊 graph呢 就是我们整个的 我们整个的这一个框架 你这边一定定义好前面前面全部的框架以后呢 这边的graph就是把你前面的信息全部收集起来 把它放在了这个lock里面 嗯 这样就ok了 我们先运行它 哎 有一个什么错误 嗯 多了一个括号 运行它 好 它就会在我的这个 lock里面呢 这个桌面的这个lock里面呢 生成一个叫event out什么什么什么的 这个是我之前生成的 我先把它删掉 这是我刚刚生成的这个文件 那我们怎么去看这个文件呢 我们就要调出来这个terminal 你要把你的这个目录呢 换到你刚刚 换到你刚刚呃 这个放我的 换到这个目录里面 换到这个desktop这个目录里面 然后呢 你再运行这个文件夹的东西 那就是cd 啊 这样cd 啊 一个钮 然后斜杠desktop 我就到了我的desktop上面 然后呢 又在desktop上面呢 运行这一句话 叫做 啊 ten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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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呃 杠杠 lock directory 然后这边 它的directory就是locks 我们刚刚的这个文件夹 你不用指定这个文件 你只要锁引到它的文件夹 它就自动帮你锁定了这个文件 然后呢 我们就运行它 你看我允许它的在我的网络上面显示 然后把这个网址呢 copy到我的呃 我的这个 输入框里面 然后呢 然后呢 它这边显示的是没有东西 因为它是在event下面 我们还没有定义这个event image我们也没有定义 我们只定义了这个graph 那graph呢 我们就刚刚所定义的这个层 每一个层 我们一般会把这个tran呢 放在一边 remove from the main graph 放在一边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其他的 我们刚刚定义好的这些层了 input呢 你看它有包括这些这些 呃 layer呢 它有包括某些某些东西 那你懂了 你就懂了这个意思就ok了 你可以再慢慢自己去琢磨琢磨 去改一些小的名字呀 去改一些呃 其他的什么框架呀 看它到底有什么变化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这节课 所要讲的一个内容 希望大家会喜欢 也希望大家能够更深入的 直观的了解到我们的神经网络的这个构架 然后更好的学习它 啊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呢 欢迎点赞或者是订阅我的频道 我会有更多关于tensorflow的学习教程 或者是python基础教程 谢谢大家 拜拜